我想要接危險的訪問 為什麼 因為百分之百都在過關 都沒事了 聖公我來給你陳情 我來給你拜託 你一定有辦法幫我處理就對了 絕對沒問題 而且來給我拜託都很感動 我說我喝國賢的家庭不聽 你們家我絕對不聽 我給你看標準 因為你們家也有危險 這是法令不久的一種歷史強烈 李嘉芬農事的時候 他也是很大聲 這就是他沒有嫁的地方 說跟班人家還好說 他是一個強暴犯 去笑人家性騷擾 你自己比性騷擾更厭 還要嚴重你還要跟他講人 所以有說說 別人沒有說說自己 那這個違建的問題 我請教現在民進黨政府 敢不敢大刀擴斧說 只要違建全部拆 你今天如果說 委員你開一間卡拉OK KTV 還是餐廳 你的後面巷子有跟他抓到 那上面還有大嫁 這就要聽 這個因為是公共使用 那但是我們像李嘉芬 韓國瑜他們婚禮在家 當時有方向公共使用 你說農舍 對一個說真的農舍 蓋一個家而已 沒有一個招刀 一定會招刀 招刀你放阿嬤就不行了 那你既然說他要農用 好 我農舍蓋起來之後 我早上留幾條刀 塞股場可以吧 王議員這個案子是通案 我們不要去批評他 但是我們該批評他的是 你的人真的手手臂不減少 你們家自己有 你再支這百人 現在說你十六歲 十六歲去的 十六歲去的 你老闆以後價錢 不是給你媽 不是你們家的媽 如果我們家四十幾年前買的 所以說不用那麼聽 所以我在做名譽代表 我跟兩次都一樣 我們這出生一樣的 我們老闆做土水的 不是說政治家庭演習的 我們老闆做土水下來 我們知道增加的狀況嘛 所以遇到這種 恰好條件的 跟危險的 你老闆在一起危險的 我們老闆在一起危險 對 我都看到我們爸在做土水 他說土水是土水 我們媽媽是 偷偷收工 給我們爸爸 去把他抹拔 所以我們爸爸 不就變帮胸 對嗎 我們爸爸變帮胸 這沒辦法 所以說 我是覺得 不管以後誰執政 針對這一方面 要如何去 符合人性化 要如何鬆綁 我告訴你 我們政客人很可能 好小的財布很大 他有一個專業技術 他想要開工廳 抱歉 去工業用多少 啊有貴嗎 他有錢買的去嗎 他有錢做的去嗎 沒辦法 沒辦法到後來就怎樣 啊我們自己 那些西方 我們體處大大的 我們來那裏做 這是正確的人 這順很艱苦的一個通案 等等